他是西方影史上最让人感寒的连环杀人凶手 因为在每次作案后都会吃掉对方的内脏 他就是食人魔汉尼巴 故事起源于电影《沉默的羔羊》 当年安东尼·霍普金斯的精彩演绎 让这个残忍中带着优雅气息的心理医生成为了影视界的传奇 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就是2013年上映的电视剧《汉尼巴》 故事还要从这个叫威尔的男人开始说起 他曾是重案组的一名探员 拥有遗情能力 他帮助警方侦破了很多重案要案 他可以轻易地把自己带入凶手的角色 用凶手的角度来重建案发现场 但正是因为这种能力让他身陷角色无法自拔 导致他的情绪出现了问题 美卵经常会被噩梦惊醒 甚至患上了社交困难疾病 如今的他收起了暴躁的内心 在连调局做起了一名心理老师 可往往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这天连调局科学部负责人杰克就找到了他 科学部是行为分析部的前身 看过犯罪心理的小伙伴应该非常熟悉这个部门 杰克找到威尔的目的是希望他担任科学部的特别探员 因为在过去的八个月时间中 明尼苏达州八所不同的学校发生了八起女孩绑架案 没有尸体也没有收到勒索信 而在美国报告人口失踪需要当事人消失48到72小时以后 显然凶手会用这段时间来掩盖罪行 并且受害者都是在周五遭遇的绑架 最后一起案件就发生在上周五 他也是今天才收到的消息 失踪的女孩叫伊丽丝 来自密西西比河边的圣克鲁大学 本应该在周末帮父母看家和喂猫 在威尔看来前七名被绑架的女孩应该都已经遇害了 否则凶手不会出现重新捕捉猎物 还发现八名女孩都是皮肤细白的大美女 她们有着相同的发色和铜色 年纪相仿身高体重也相同 这让威尔想到了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的角色旺卡 每一个遇害的女孩都是一块糖果 而藏于众多糖果的某个才是凶手真正的目标 如果用这个来比喻这块糖果就是一张金卷 它不会是第一个受害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调查局首先来到了伊丽丝的家中 据父母叙述女儿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小姑娘 所以她不喜欢在学校住所 威尔却一口断定伊丽丝是在家中遭遇的绑架 因为她发现房间内的猫没有任何异常表现 说明伊丽丝周末回到家喂了猫 捷克听后当即通知了应急小组过来进行现场勘测 威尔则来到了伊丽丝的卧室 赫然发现她的尸体正安静地躺在床上 这说明凶手在行凶后又把尸体送了回来 现场法医通过检查确定伊丽丝是被人勒住窒息身亡的 在肋骨附近还找到了几处刺伤 刺伤中检测到了陆绒的成分 看起来像是鹿角刺进石流下的 在威尔看来陆绒有很好的营养价值 还可以进行疗伤 由此她推断凶手是有意把陆绒放在伤口上的 说明凶手在杀人后再尽量弥补自己的过错 这是一种道歉的行为 在试检报告出来前威尔回到了家中 在中途却遇到了一只流浪狗 她把流浪狗带回家为她进行了清洗 而她的家中早已经收留了一群流浪狗 因为在她的世界中狗狗是唯一的朋友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威尔告诉杰克她现在对自己的判断有些迷茫 在她看来凶手无法一诉中常 所以在杀人之后才会把尸体送回来 这些女孩对于凶手来说有着某种特殊的爱意 可杰克表示伊丽丝到如今还是一句完毕之声 所以凶手并没有侵犯她 镜头一转来到了一处宫地 一名女孩带着食物来这里探望父亲 与此同时 法医正在对女孩的衣物进行检查 在上面居然找到了一块铁线 所以他们要找的凶手应该是一名管道工或者修理工 同时伊丽丝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 在指甲中提取到了皮肤纤维 这些纤维是她自己紧握双拳时候抓下来的 身上的多处刺伤都是挂在路角上造成的 在死后凶手还放干了她的血液以及取走了肝脏 但奇怪的是凶手又把肝脏缝合了回去 威尔推断伊丽丝的肝脏应该有问题 所以说凶手应该还是一个食人魔 从法医办公室出来后 杰克就找到了布鲁姆 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心理专家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观察威尔试图找到治疗他的方法 而现在威尔担任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 他担心威尔会深陷其中彻底失去控制 但又不忍心放手这样一个可以捋破其案的天才测血士 布鲁姆表示他目前也没有什么方法 不过他为杰克推荐了在霍普金斯大学实习期间的导师汉尼巴 或许他可以找到治疗威尔的方案 在布鲁姆的引荐下杰克找到了汉尼巴 汉尼巴很痛快答应了杰克的请求 他将担任威尔的心理评估医生并参与到案件调查当中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有人偷拍了伊丽丝的尸体上传到了犯罪揭秘网上 这在媒体上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这更加催促了调查局的破案进程 时间一转眼过去了一周 明尼苏达州的西兵市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一名女性受害者被鹿角贯穿放置在郊外 明尼阿波利斯警局凶案组已经对媒体发布声明 正式将凶手称为明州伯老鸟 这种鸟喜欢在树上生活 它们用尖树枝或者带刺铁丝扎老鼠和蜥蜴 最后将它们的器官从身体里拽出来当成食物 威尔断定这起案件的凶手和前八起案件的凶手非同一人 因为他发现受害者的肺在活着时候被驱走了 凶手对待受害者犹如畜生一样 他看到的只有凶手对受害者的蔑视 而之前的受害者身上他看到了联系 更何况凶手也不会将受害者浑身赤裸弃弃视较外 由此他推断这是一起模仿作案 不过通过这起案件却给了威尔一个启发 他猜测凶手有一个和被害女孩年龄相仿的女儿 她们的发色以及身高体重相同 这个独生女可能因为上学等原因要离开家庭 他一想到即将要失去女儿就痛苦难耐 所以他才会吃掉这些女孩 只有这样女儿才能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由此他推断凶手的女儿就是那个精卷 至于这个模仿犯在他看来是一个极度聪明的心理变态和虐待狂 没有可以追踪的动机 也没有作案模式可循 所以想要抓到他很难很难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汉尼拔带着两盒美味找到了威尔 两人首先针对案件进行了一番探讨 在他看来杰克是把威尔当成了一碎的小茶杯 上等的瓷器只能用来招待贵宾 而他则把威尔比喻成了可以捕蛇的猫幼 与此同时 调查局通过衣服上找到的铁械锁定了一处建筑工地 威尔首先查看了工地上最近的离职人员名单 一个叫雅各布的男人进入了他的视线 他是这里的套司机穿线师 他有一个独生女 重要的是他在离职档案上只留下了电话 但没有留下具体的住址 这说明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两人准备把这些档案带回调查局进行详细查看 可刚出门汉尼拔就不小心把一箱档案掉在了地上 随后他一人回到了办公室 悄悄拨通了雅各布的电话 回来后威尔就带着调查局的人对档案上可疑的人员进行了走访 当他们来到雅各布家中的时候却看到了这样震惊的一幕 雅各布把他的妻子割喉推出了门外 等威尔想要抢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随后他掏出手枪闯了进去 只见雅各布正用刀挟持着自己的女儿 随后不听劝阻又一刀割开了自己女儿的喉咙 威尔见状直接对着雅各布清空了弹夹 但他的女儿由于伤口不伸减了一命 而汉尼拔的第一季的第一集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整季13集都会围绕着一个主线剧情展开 不过值得放心的是每一集都有一个独立的案件 让他们来放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